交车行驶在路上 转了隔弯 却惊见前方小货车出大事啦 只见一名长腿女子 完全无视于眼前小货车 飞奔通过斑马线 小货车反应不及 紧急煞车了 长腿女子还是遭撞倒地 危险场景 引起路过歧视与民众围观 女子闯越马路的事件 就发生在台北市市邻区文林路上 14日晚间 一辆小货车才刚过路口 这名长腿女子就冲出马路 遭撞后女子起身坐在地上 只见她用双手捂着脸 就算没受伤 当下了撞击力道 一定也让她感到非常痛 后车驾驶将影片po上网 引起网友热议 这是碰死吗 倒霉的司机 也有网友指出 人站搬马线 后车没有停就错了 另外行人夸张不看路的事件 同样也在视灵 驾驶气到飙出不雅自言 只见前方号制为绿灯 但行人却无视号制闯红灯 快速奔到对象 但仔细看眼前就是远景 还大胆违规 原来是自己的车围停 怕遭警方开单 才会让他不顾一切的 要去救车 但这离谱行径也引起网友热议 究竟该算违规行人 还是围停驾驶 为了一张围停罚单几百元 为了钱连命都不要了 而行人在道路上不易标志 擅自穿越车道 可处心台币500元罚还 看来违规男子这么一床马路 恐吃上围停 加上随意穿越马路的罚单 实在不值得 记者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